如果有月文發發聲 我就要 Lok Lok Seng Lok Lok Seng 上課了 紅船 紅船 串了入內 竹鳥已經有220元歷史 兩大路線串入內 一個就是 右紅器官 祖師 落蘭到花園 李溪邨 李溪邨 和李溪道頭 鐵館 一直串入內 第二條路線 就是 紅器官祖師爺 串被 譚敏宗師 譚敏宗師 受邀請兩次 國內竹鳥 交館 1841年 就有我高祖 鳳近鋒 組織800多美金義勇 落三元里抗英 我身後這批 老兵器 都是當時全盛落來的 代代全盛落來 到我這一代 已經是第五代人 其實呢 其實呢 重拳呢 是廣東五大命拳 十三家之首 它港購的風格呢 就是硬拳硬馬 五聲助威 八招光徑有力 二跳逼風 它有重拳重打 又有天生射力 有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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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拳重的象形 有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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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寶寶的速度 有學的輕盈 所以包羅的經歷 是非常豐富 六堆 就是我祖父的分圖教學 就開始真正開拳摘馬 練習的控拳 十三四歲 基本上 將在家裡 組織的套路 器械 十幾套已經是 系統地學了 當時我祖父 那一公 年紀老了 就推薦我去宿伯的那些 就不斷地去周邊宿鳥村這些 宿伯系統地去練習 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有三十幾套 這個控拳 很多時候出去 沒有冠交流 或者亂歡 或者表演 展演活動 很多時候 這個大扒 都是由師父 最後表演上場的 也叫做封尾扒 它可以Q 可以蓋 可以拍 可以切 可以將對方的兵器卡住 很多時候觀眾多 或者興奮你來 一收禮的時候 一撞一撞 一撞一撞 就把這個扒拆下來 捉了些老師傅 亦都試過 一輕易撞下去 一收禮 一撞下去 三四個人都沒有辦法 拋出來 控拳流派中 亦都叫封尾扒 亦都叫封尾扒 亦都叫獅子扒 就是這樣 一撞一撞 一撞馬步的時候 暴政 妖政 身政 見證 頭正 在公街給人的感覺 非常正氣 有很多小朋友 玩電腦 玩多生日 看電腦 看電腦 看得到近視 可以將他看背的習慣 很自然斗症 以前的老師傅教的 都是講求 一撞馬三個月 確定你的身形正 有基本功 他只教你七拳 一二是教你開拳 開拳就是學手法 和道法一齊 隨著這個社會 將教學方式都改變了 一邊教他開馬步 一邊控拳流 教他套路招式 一旦他愛護了 他就很自然 有興趣學習 很希望將這個控拳文化 推廣到世界各地 做好像現在這樣 我將這個武術 推廣到九間學校 不夠的 還要繼續努力 完成到更多學校 更多地方去 為粵文化發聲 我們要樂樂算 我是廣州市非為洪拳 代表全聖人奉逸威 大家好